双集加关注每天学电路 大家好 这里是每一段课堂 在电磁楼板子上面 有一颗保险管 我们俗称保险师 它是一种玻璃状的一种管子 代号FUSE10A-250V 表示它是电流是10A 电压是250V 这个保险管 它是创联在 创联在我们的交流输入 电路当中 在这个电磁楼 这个章节当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这个保险师是 创联在电源的输入端 也就是 舌务的外形 在这个位置 它是创联在 220V的火线上面 这颗保险师 一旦一旦损坏 那么整机就会停止工作 它等同于电路上的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断开 那么后续电路就会瘫痪 此配件一般表现为炸裂 和炸黑 炸断 这样一些现象 比如说这颗 我们明显可以看见 它已经炸黑了 里面炸的稀巴浪 那么像这种现象 一般都是过流引起 什么原基建 过流会导致它炸成这个样子呢 在电磁炉板子上面 无非就是两个原基建 一个就是IGBT 揭穿 会导致它大电流炸毁 另一个就是 这个整流桥队 揭穿短路 也会导致这个大电流 产生 导致这个保险管炸的黑浮浮的 那么如何判断 这个原基建的结穿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借助这个万能表 这里上面有一个封名档 打到封名档 就可以判断 就可以判断 这个IGBT管子有没有揭穿 直接测试 这几个引脚的 这个电阻值 你看 指针打到底 证明这个管子已经截穿短路 像这种现象 就会炸毁这个保险室 好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 收藏 分享出去 双击666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